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新加坡海军公布最新一代多用途战艇 胜利号Multirole Combat Vessel 10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一艘迷你驱逐舰 但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设计 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艘无人作战系统的母舰 这艘150公尺长的巨舰不靠舰炮堆砌火力 而是靠智能大电力模块化来定义战斗力 它可以搭载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 像一个海上指挥节点 发射控制回收整个无人编队 在传统驱逐舰还在单打独斗时 它已经能在几百公里外 通过无人系统同时进行侦查反水雷防空和巡逻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次蔚来战舰到底力还在哪儿 胜利号的上层结构采用复合材料 轻量化又隐身 全电推进系统不仅节能 还能为蔚来高能武器或电磁系统预留电力 舰体中部是核心任务舱 可以像插积木一样更换模块 今天可以搭载反潜无人艇 明天就能换成侦查或救援任务单元 说道甲板上可以起降直升机与多架无人机 闲侧还装有自动回收系统 能在风浪中精确回收无人艇 它的雷达系统则是固定式电子扫描阵列 AESA 能同时监控海空目标 配合电光红外传感器与舰体声纳 形成多预态式感知网络 火力方面它装备76毫米舰炮 30毫米遥控武器 以及可选装的MICA或ASTER防空导弹模块 火力不算强大但足以自卫 这是一艘更偏向指挥与支援的平台 而非前线主战舰 也因此它真正的战力 不在炮口 而在数据与无人系统的协同之中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一艘胜利号在海面上静静巡航 形象航 甲板下的无人艇编队陆续出舱 水下的潜航器开始搜索 空中的无人机传回实时影像 这就是它的核心角色 无人作战群的指挥与补给母舰 通过舰上的雷达与数据链 它能同时指挥数十个无人平台执行任务 从反水雷反潜巡逻到情报侦察与电子干扰 这些无人系统把传感器和武器分散在广阔的海域 形成一个分布式作战网络 胜利号本身则像是后台服务器 负责运算指令与能源支持 在近海防御或航道巡逻中 它既能直接开炮拦截小艇 也能远程派出无人舰执行拦截或侦察 在高强度冲突中 它甚至能当指挥节点 为整个舰队提供电力与信息支援 这种战法的优势在于低风险高覆盖灵活多余 胜利号的最大优点是它的系统思维 它把无人化、模块化、电力化和数字化融为一体 能快速切换任务、快速升级系统 还能以更少的人员操作复杂任务 常规编制下只需不到百人就能维持全舰运行 更重要的是它的全电推进和开放式任务舱设计 让未来升级空间极大 无论是激光武器、无人机风群还是电子战模块都可以加装 因此胜利号的定位更像是 智能支援与控制核心而不是前线决战舰 理解这一点才能看清它的战略意义 对新加坡来说 胜利号的问世是一种战略信号 未来海军不一定要靠吨位取胜 而是靠系统整合与科技引领 它代表了一种小舰大脑、大量无人兵力的作战理念 战搜战舰可以让新加坡在有限舰队下、舰队下 实现区域监视航道控制反潜和海上治安任务 它强化了海军在信息站、无人站和网络站中的话语权 也让新加坡在区域安全格局中更具灵活性 它的目标从来不是成为导弹平台 而是成为无人化海上作战的核心节点 好了相信通过这期内容 你已经对胜利号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 那么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